这是铁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话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马。 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来两毛尊者为西藏青年学子传授佛法,私政编发次人对印度南部藏人社区展开访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敦促中国保护西藏语言宗教和文化特性, 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取真出席国际西藏网络举办的跨区域会议,驻台代表格项兼参,拜会台湾外交部长,递交民间团体意见,造人学生丹增一息获得2022年最佳青年科学嘉奖。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因西藏青年学子的奇寝,西藏精神领袖达来两毛尊者于6月1号至2号为期两天,在印度北部达来萨拉的大臣法院中, 向数千名信众讲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元启赞,并传授千手千眼观世音灌顶。 达来两毛尊者在法会开示时,首先介绍了大臣法院中的一尊从西藏引寝至达来萨拉的觉悟瓦地散播佛像的殊胜之处,随后指出, 收Intro Paul际진挤 略復刑启刑上之后,忠接,无法反应。 清静教育通教育风很好。 《黎民‌ 监禅》说出各种商量, 藏人节忆 cm 为 reflect模仿推荐时间。 一片封医生里还有一个学校的意思 你自己是一家的工作 如同一家里有一个人来过去 去那里十一家人 现在还是习惯住 因此在这家里还有一个人来到 这说是 当然 如果给我留意 我可以放返萱 但我要搬叶 得到饭 甚至如该ими horrível 用卡和中的武者 Sangha 在第二天的观世音灌顶法会结束后 尊者在开示时 再次重申将注释15至20年以上 并鼓励信众发起立他立己的 菩提心和公正见 尊者表示 尊者表示 跟居住在國家裡 在那裡 在新年來的國家 日本在實際上 說 要讓我無法 當你不肯定 我沒有 假期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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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 此外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巴次人 于上纠六 5月28号 抵达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 藏人社区进行访问 在抵达班加卢尔后 司政编巴次人 先后向达赖喇嘛高等教育学院的 行政人员和全体师生 以及藏医力算学院的教职员工发表讲话 司政重申了第十六届嘎下的两个主要承诺 即坚决解决藏中冲突 和关注凌亡藏人的各项福利 5月30号 司政还礼节性地拜会了 即将卸任的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 首席秘书长拉维库马先生 并且在随后拜会了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 巴萨瓦拉吉伯迈先生 本周二 5月31号 司政编巴次人 抵达印度南部贝勒库北藏人社区进行访问 受到鲁上和德基拉索藏人定居点的官员 当地各寺院和非政府团体的代表 以及森署民众的隆重迎接 当天司政参访了当地的西藏儿童村分校 并向该校师生发表讲话 随后朝拜了瑟拉捷 瑟拉妹 郎桌林寺和扎西伦布寺 随后司政在本周三巡视了 德基拉索藏人定居点的13个营地 以及其他藏人定居点 并与当地藏人民众和藏人行政中央的退休官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在本周四 司政参观了位于贝勒库北藏人社区的有机研究与培训中心 并为该中心新落成的办公室揭幕 随后参观了白马一国甘菊种植基地 以及会见贝勒库北的印藏友好协会的主席 当天上午司政开始对鲁丧藏人定居点展开了视察 期间参观了定居点的敬老院和马公贴亲临寺 并与该社区的杰康萨慈善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患进行了互动交流 另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 于上周六5月28号结束了为期六天的中国执行 高级专员在访问中国后发表的声明中 概述有关中国统治下西藏人民的现状 并呼吁中国政府保护西藏人民的语言 宗教和文化特性 允许藏人充分和自由地参与 有关其宗教信仰的决策中 并进行实质性等的对话 他还指出 他已经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教育政策 并强调了西藏儿童在其家庭或社区环境中 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因国际西藏网络的邀请 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 人真取真根康女士出席了5月27号至29号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首次跨区域会议 代表人真取真根康女士在会议上 会见了西班牙藏人社区的成员 呼吁当地藏人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保持和加强合作关系 并且赞仰了西班牙藏人社区所做的努力和起到的模范作用 来自非洲 欧洲 美洲和亚洲18个不同国家的55名与会者 聚集在巴塞罗那藏人社区的会议厅 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会议 讨论和审议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西藏运动 在全球各国的效率 西藏人民议会欧洲选区议员 突丹汪清和突丹加措也应邀出席了此次的会议 国际西藏网络自2000年成立以来 每年都会在不同国家举办跨区域会议 自新冠病毒的爆发以来 本次会议也是各国远藏团体 在两年多后的首次实体会议 代表人增取征根康女士 还于本周二5月31日 在欧洲议会中会见了美国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和人权倡导者埃内斯·凯特先生 和欧洲议会副主席皮纳·排切尔诺 另外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 格桑坚三先生于5月25日 拜会台湾外交部长吴赵谢 传达台湾民间团体各方意见 以及对台湾新南向政策提供的建议 希望开启台藏双方合作的新默契 代表格桑坚三在与台湾外长进行会晤时 主要提到流亡藏人 持印度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面临的签证困难问题 以及在台湾新南下政策的推动下 希望台湾引进优秀的西藏青年来台培训 另外还希望台湾能成为流亡森俗藏人 学习中文的基地等议题 代表格桑坚三还提出许多民间宗教团体的诉求 希望台湾政府聆听民众长久以来的心声 邀请达来两毛专者访问台湾 5月24号上午 代表格桑坚三因台中东海大学人文学系的邀请 通过网络视讯向该校60多名学生 讲解了西藏的过去现状及未来为主题的专题演讲 另外驻台办事处还于上周日5月29号 召集在台藏人福利协会的常务委员 地方选举委员会成员 看播财望仁增和全球藏传佛教研究中心的 格西索郎共布 就6月17号提前在台北福华饭店 庆祝达来两毛尊者的华旦等相关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随后的5月30号至31号 在驻台代表格桑坚餐的见证下 办事处的佛法导师格西健碑清曾 与财务长次仁多杰先生交接了工作 驻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台湾藏人社区的代表和佛学班的学员们 为在台服务17年的格西健碑清曾 举办了欢送活动 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在吉尔吉斯斯丹比尔凯克市亚洲医学研究所学习的 藏人医学博士生丹增义西 与近日荣获该医学院颁发的 2022年度最佳青年科学家奖项 丹增义西曾在印度北部的西藏儿童村学校 苏加分校和印南的贝勒库北的分校中 分别完成10至12年级的学业 后来进入吉尔斯斯丹共和国的亚洲医学研究所深造 他还是2021年领先研究生奖的得主 他还曾荣获过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许多其他奖项和荣誉证书 表彰他在科学和医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以及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项目 各位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